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肩下沉 手肘微微弯曲 肩打开 吸气 呼气时向中间去夹 你应该能够感觉到你的胸部以及靠中控位置在明显的发力 吸气 呼气 塑形类动作的一个训练方式是慢收快夹 吸气 呼气 每组15到12个 如果你是想要登机的同学 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能够做8到12次的重量 如果你是想要塑形或者不希望太壮的同学 那么就选择一个重量是你能做15吨或者以上的 第二个动作龙门架上斜夹胸 仍然向前迈出一步弓箭步 双手 直手柄 这时我们的拉力选择在第一位我们向上方去夹 这个动作是能够练到上胸的一个动作 吸气 呼 向上去夹胸 在做2到3次时你应该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偏上方的胸大肌但明显的有发力感 呼气 夹 吸气 呼 第三个动作 哑铃握推 先将哑铃放在膝带上 然后提膝 给到重量 然后躺下伸去 挺胸 沉肩向下 腹部收紧 腹部收紧 双脚自然落地 吸气 慢慢向下落 呼气 沉肩向上推 吸气 落 一组做8到12个 如果是增肌的话 如果是想要塑形或增加肌肉线条 请选择15到20个的重量 当然动作的选择还是要强调一下 第一个如果你是想要增肌的同学 选择能做8到12个就会力竭的重量 如果你是想要减脂的同学和塑形的同学呢 那就选择15到20个的重量就好 选择不同的重量 做不同的训练 找到适合你的方式 才能练出你最好看的身材 我们下次再见